早晨,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百威环球正圈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我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今早大事有什么意思 看到人民币也挺强势 连升了6个交易人 一会儿会看看对后市有没有助力 另外看到小米公布了业绩 一会儿会谈谈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为什么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道指上升200点 纳指升1% 美元和英伟达的股价创出新高 20年期美债的标售反应也理想 10年期债息回落到4.41厘 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做好的 道指低开14点后一度升280点 收市升203点 收报35,151点 标指上升33点 收报4547点 纳指升159点 收报14,284点 升1.1% 另外人民币会价急升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3.5%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看看焦点美股 普遍向上 今晚会公布业绩的NVIDIA 股价再抽升2% Microsoft持股的OpenAI出现人事变动 被辞退的OpenAI管理层会加入Microsoft 股价升2% 苹果和Tesla的股价上升不足1%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上升 今日即将公布业绩的百度 被本港上日收市高3% 阿里巴巴和京东 被本港上日收市高2% 汇控被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折合是60.39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今早段个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要向下 最新的数据跌着38点 到33,349点 首亿综合指数升11点 到2,50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1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着23点 而悉尼普通股指数升12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最新的情况 升220点 恒指达到非常接近亚8点的水平 17,900点左右 稍后对完盘盘盘盘跟进 现在与聂长谈谈的外围情况 美股今个星期就是感恩节 只有三天半市 星期四会休市 星期五只有半日市 现在市场焦点在 今晚公布的 联储局议息会议 以及NVIDIA业绩 现在看到美股的升势 也算是凌厉 在感恩节的前夕 其实你觉得 现在大家的部署可以怎样做呢 因为未来预期说 今个星期的交投可能会淡静一点 你觉得大家都会继续观察主 还是部署上可以怎样做呢 你建议大家 利率期货已经反映 12月 维持利率不变已经去到几率100% 所以变成今晚的会议记录 我想大家 不会有太大的关注度 焦点反而放在他们对经济 是否会出现衰退的判断上 也会是 但我相信 现在倾向上看得乐观点 始终第三季的GDP增长 到4.9% 其实也是一个挺强劲的数字 变成通胀回落的时候 相对上来说 滞胀的风险显著减少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相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大家都不会看得那么重 另外 刚才也看到 债券方面 国债方面的拍卖也理想 债息也是回落的 倾向上来说 企业的融资成本 都可以有一个下调的空间 这些都会理好整体美股的表现 而且也看到 道指已经突破了 之前的一个常态区间 就是33,000点 去到34,500点之间 现在已经去到35,000点 比起那个常态区间 已经高出了500点 所以变成 后市方面 暂时都倾向乐观一点 所以就算只有三日半的市况也好 我相信 都是倾向比较多的资金 会流入微股 是的 那情况就是 我想大家的焦点 都会放在NVIDIA和Microsoft 这两个股份 第一就是看Microsoft 旗下OpenAI 那些管理层的变动 最新有什么发展 第二 也要看NVIDIA 未来出的业绩 都会相信 业绩和预期的比较 都会左右着后市的去向 我们现在看看上日恒指的走势 让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上日反弹300点 成交增加到1000亿 恒指高开171点 下周最多升334点 收市升323点 升幅1.8% 国指升128点收市 收报6103点 升2.2% 科指升97点 收报4077点 升2.4% 大使全日成交1063亿 下个月初 掩蓝的理想和若荣康德 分别上升2% 和3% 看看北水的走势 港股反弹 但北水转为正流出 金额有61亿1000万 主要是沽售ETF 重磅科技股 小鹏汽车有3亿5000万 北水正流入 中心有1亿9000万 急跌两成的国美零售 都有4000万 北水正流入 正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最多北水正流出 金额有23亿 腾讯有13亿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有10亿北水正流出 美团有8亿7000万 看看大市的情况 灵岸人民币上日显著转强 高见7.17 在三个月以来的高位 带动港股 终止了两年跌 升300点 技术走势上 重上了50天线 成交上了1000亿 大北水又趁港股反弹 绿德正流出 现在看到情况是随着人民币上升 港股反弹 后市走势上 Thomas 你觉得稳固吗? 今天上市的100天线 到18200点 你又乐不乐观? 我想北水的解读 可能倾向上 反向会比较合适 大量流入的时候 可能倾向股份护行的机会 会比较大 Wendy刚才说到 北水倾向流出 以及主要来说 都是一些科技股 所以 我相信市场 对于后续的科技股来说 走势可以看得稍为乐观 因为近日 一些大型科技股 陆续公布业绩的时候 其实表现都是倾向好 比市场预期的 所以 对于 未来的前景方面 大家会稍微乐观点 以及 亦都见到 恒指现时 都是维持在18000点以下的水平 相对上 都有不少的 成份股 其实都是大型科技股 所以 都是处于一个吸引的水平 多了资金来流入 至于在大市方面 可以关注 现在恒指 维持在50天线和100天线中间 所以 支持位可以关注 是50天线的 昨天 这条线的位置 是一个失而复得的状况 如果今天和明天都 仍然维持在50天线之上 来收市 变成了下一步 我们去看 就是 挑战大约是100天线的位置 就是18,200 所以 18,000点 相对就是 一个心理关口 技术走势来说 未必过参考性很高 反而是有机会可以涨到 跨近18,200 才倾向 阻力比较大 如果以昨天的收市位来计算 也有接近500点的潜在升幅 所以 后市来说 都可以看得稍微乐观点 好 我们谈谈小贸业绩 昨晚就公布了第三季业绩 跟大家讲讲简单数据 规创型的 顺利是48.7亿 市场原本预期43亿 今次的数据比市场预期好 去年同期是14亿 经调整的顺利是59亿9千万 按年增加了180% 这个数据也比市场预期好 市场原本预期 经调整的顺利是46亿左右 期内的收入 按年上升0.6% 去到708亿 这个数据也比市场预期好 大家也关心小贸汽车的进展 公司总裁盧伟斌说到 第二次冬季测试 即将进行 维持春年上半年量产的目标 现时相关研发人员 已经达到3000人 看看业绩 以分部计算 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到416亿 全球出货量升了4% 去到4180万台 毛利率同比上升7.7%至16.6% 但平均售价跌了5% 跌穿1000元人民币 去到997元 小米10月至今股价升了31% 上星期四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跌了6% 但上两个交易日之后 都会升 同期科指只是升了4% 好了 今次的业绩 第一 谈谈业绩的细数 聂Sir 你是否收货呢 以及现在至年底 你觉得小米能不能够 持续去跑人大市的股价 其实我想现在市场去看公司的业绩的时候 未必只是看那个时段 它公布到底是好或是差 另外也会去考虑到底在未来一季的时候 它那个业绩如果是一个 之前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会不会可以是保持得到这个情况 小米刚刚公布了那个 属于一个 规短型的业绩 我想市场也是有一个惊喜的状况 所以看到盘前的时候 那一个刘主 你跟范子之后 接了来 几个女生 我ailing 你死 erste 真没精力 她思诚